又继续过年好 这应该是春节党我最后一期专题视频了 这部电影是我此前第二期待的刺杀小说家 路阳导演雷佳英主演 此前他们组合还是在绣春刀的系列上 作为科班出身的路阳导演 不管在影像风格和镜头语言 还有叙事的逻辑角色的塑造等等 都有着很扎实的功底 用今天大家都用烂的话来说 路阳导演作品中的电影感还是很在线的 那么今天就要来聊聊刺杀小说家 是否值得期待成色如何 优缺点又有哪些 我先下一个很有争议的个人结论吧 注意是个人结论不代表任何他人立场 在我看完除了熊出没所有春节党的电影后 我认为刺杀小说家是整个春节党综合分 我能给到最高的电影 所谓综合分就是各项指标了 刺杀小说家算是现金中国电影工业一个完整的体现 这么说吧 如果你要问我春节党看什么片 我首推刺杀小说家和你好李幻英 唐探三嘛得分人 但我又认为刺杀小说家不适合春节党 这个我们后面聊 老样子照顾所有人 先大概不涉及关键剧透的聊下故事梗概 一句话概括 刺杀小说家讲的就是虚实双世界因果交错呼应的故事 现实世界中重庆的一位叫陆空文的十八线小说家 正在撰写一本小说 而一位来自阿拉丁公司老总李牧笃定的认为 小说中的角色命运和他自己的生死有着紧密的联系 小说中的大boss赤发鬼每当感应到危机时 李牧的健康状况就会每况愈下 似乎和赤发鬼有着共生的关系 而小说还有三天写完 照小说的剧情预判 反派赤发鬼会被写死 于是李牧派助理图林去找了一位能扔弯曲石头叫关宁的人 让他去干掉陆空文 于是关宁就这样被卷入到现实和小说世界之间 成为揭开这一切真相的关键人物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 刺杀小说家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商业大片 特效打斗制作全部都按照世界一线电影工业的标准来 虽然大家都知道了不能堪比好莱坞最顶级的水准 但绝对是拿得出手的大制作级别 在美学风格的呈现上影片也在奇幻世界展现给大家最独特的观感 你可以不喜欢但确实能给人留下很强的印象 我最深刻的还是热气球原理制造的龙图腾 然后还有带齐功能性可以往下投掷炸弹 虽然郭金飞饰演的黑铠甲有毒液的感觉吧 但也算是做的很落地化了 红甲武士就不用多说了 深夜看了会饿 最后红甲武士和赤发鬼的决战 想象力和打斗也做的够热血 影片前面一小时节奏很满很刺激 小说和影片现实情节互相慢慢渗透和交织 吸引人不断往下看 最让我觉得舒适的是 是影片不像其他大部分缺精费缺精力打磨的电影那样 靠着一些解释性的台词去交代世界观 而是靠捎钱用画面 用大战来塑造扩展丰富小说的世界 现实和奇幻两世界的角色关系 也在不断地互相呼应和对比 也让虚实两世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让小说世界中的角色找到存在感 也让影片现实的主角心灵得到最大的慰藉 接下来要聊的就会涉及到更深的剧透了 请斟酌往下看 虽然说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只有现实和奇幻的两个世界 但其实从剧作的角度来说 影片交织了四条叙事线 这在编写的难度上也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第一条是关宁女儿被拐他极力寻找 第二条是关宁受李牧指示去刺杀陆空文 第三条是小说世界少年空文要杀赤法鬼 第四条是红角武士逐渐觉醒的故事线 虚实两个世界每个世界两条线一共四条剧情线 都被一条李牧杀害陆空文父亲的暗线绑定着 刺杀小说家有着陆阳导演一种很作者向的浪漫主义态度 陆阳也是在这波春节党中 能看出来最资深也是最想把作品沉淀下来的导演 前面有提到为何刺杀小说家不适用于春节党 一来是排篇竞争激烈 二来是小说家这样的严肃郁郁性很强的选题 其实在何嘉欢的节日中很难战胜其他冲着春节党特工的影片 三来就是影片自身的问题 做了很多我认为陆阳导演自己也拿捏不好的模棱两可的判断 刺杀小说家改编自《双雪桃飞行家》其中一篇同名小说 相比较于目前看到的电影 是更为偏严肃的文学 陆阳选择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 本身就对自己做了更具挑战和不同的要求 小说中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奇幻世界 其实根基都在表达自上而下的一种阶级压迫 这个概念在文字中可以做到很强的异象化甚至诗意化 比如小说中奇幻世界的少年空文叫九藏 其实是个傻子 他傻的设定却能讽刺到现今社会更多的表达 九藏的执拟和坚持更好对应了现实世界被礼目压迫不能出版小说的路空文 还有小橘子所在的七区最早一直没有参战 七区的人都是写诗作画的 京城其他十二区还要凑钱把该区的人买下来保护着 目的就是让七区的人安心做自己的事 但后来还是被沦陷 而且听说字画能卖钱 死人的字画更值钱 所以他们要把七区的人杀光 七区代表什么 代表的就是生而为人精神家园的存在 小说很多这样类似的细节解读意象还是很多的 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随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力的悲凉感和压抑 影片虽然在某些戏份中也能感受到那种气氛 但全篇角色设定的任务感太强 一直被事件牵着走 从而减少了角色自我表达的机会 这可能就是路阳自己做出来的选择吧 他对于这部电影仅仅只是做到了表层陈述就好了 毕竟他拍的是商业大片 那在某种程度上就得牺牲艺术造诣吗 还是说其实两者都可以兼顾的更好呢 比如奇幻世界里中途那场两区的对战 始终缺少更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这里的神明代表着什么 民众又为何被洗脑 战役后的轮选区自发为何成为抢夺的对象 这些都没能在电影中被充分的表达 从而只是让观众看了一场特效动作大战而已 但如果说一点都体会不到那种价值映照嘛 也未必 这就是我觉得整部电影最让我拧巴的地方 路阳如果要玩的是一场纯粹的任务冒险式的特效爽片 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尝试做中国版的头号玩家 把影片中的世界观的逻辑漏洞补足 现实世界到底能不能被小说改变 影片玩得很模糊 很多人认为是主创的不严谨 但我恰恰认为是影片刻意去留白这些逻辑漏洞 因为他们想要观众相信片中说的 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电影世界观 这也是小说中的核心主题 这种晦涩的含义在电影中很难直观呈现 起码这部电影没做好 文学可以留白升华这个漏洞 电影直观呈现就不能这么玩 因为文学可以对读者做迂回的思考 电影对观众更多的是单向输出 简称白给 而让陆阳彻底放弃商业类型也是不可能的 投资这么大 还选在春节党 怎么可能完全把这部电影艺术化 而且指不定艺术化后依然吃力不讨好 两难选择下 导致影片打了一张最安全的中庸牌 其实这或许也是陆阳这样浪漫完美主义 这类职业导演的一种无奈吧 如何把艺术和商业有机结合 是门学问 综上所述影片出来后 对标商业类型片 论刺激程度 搞笑力度 催泪强度 合着类型片的一些重要情绪掏空指标 刺杀小说家要垫着脚才能够得着 对标艺术篇范畴嘛 影片又不敢大胆玩得更高深 我觉得这也并不是审核的问题啊 而是影片就压根不想往那个批判讽测的方向去拓展 也并不想深挖 但是 我依然还是觉得刺杀小说家是一部值得探讨的电影作品 而且影片是一部需要放长线去观望的电影 在目前影片才上映一个多星期 并在春节档期间上映 或许还有很多细节和更深的解读等待大家去发现 就说一点 一位痛失女儿生活了无希望的关宁 被派去刺杀一位长期不得志 只会写小说的小人物录空文 他们都是底层弱势之人 却不得不被上层利益大财团所左右命运 这种关系和阶层的冲突就很有得了了 最后聊点私货 虽然刺杀小说家有着自身的一些妥协和不足 但还是希望华语电影能有更多类似于这样的新鲜尝试 虽然我前面说小说家打了很多安全牌 想要更大程度的照顾各个层级的观众 但无疑这部电影的投入和制作 依然还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和冒险 所以我更多都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啊 也希望更多大制作商业类型片有了观众的反馈 能做出更好更强的作品 不管怎么说刺杀小说家都算是一次突破了 我认为做的还是很成功的 好 个人精力有限 春节党专题就聊这三步 如果大家想看唐探3和李幻英 可以出门左转 点评电影都是个人观点 请理性讨论 看到这都是真爱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我是大聪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一见凡人竟敢失神